除了国旅之外 露营也是越来越热门 很多人去露营 就是想要清静大自然 享受这个乐趣 但也有人不是这么勤劳 如果你跟我一样 想到要自己搭帐篷 可能就却步的话 接下来这个豪华露营 你一定要看 为了满足不同的露营客需求 最近有业者是推出懒人露营 帐篷设施引以拒全 另外还有业者 是打造多种的造型露营车 只要一卡皮箱就可以入住 豪华的露营体验 打破你对户外露营的传统印象 今天带大家来这个露营区 就在大安滨海乐园的旁边 号称是全台首座的 海边豪华露营 走在这个风车大道上 就可以跟后面的风车合照 整个园区总共有38个帐篷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开箱 绿白风格豪华帐篷 设置在风车大道两旁 户外空间配有桌椅抽签 还有小鱼吊饰呼应海洋风格 简约中不识质感 内部空间延续海洋元素 四张单人床枕头抱枕棉被 都采用蓝白配色 床铺中央的小桌子 也藏有小巧思 化妆镜方便房客整理妆容 小夜灯则是加强照明 另外还有冷暖空调 就算是冬天露营也不用担心温度过低 除了这些基本配备 连备品都帮你准备好 现在我们实际来到了帐篷里面 可以看到每个帐篷里面 其实都有备有一个备品区 那这边有毛巾 还有像是矿泉水跟一些吹风机 基本的设备其实这边都有 那大家最担心的露营的 卫浴问题 其实来到这边也不用烦恼 因为他们每个帐篷里面都设有独立的卫浴 就连卫浴空间也超讲究 虽然是露营也能做到干湿分离 不连划分出浴室还有厕所 浴室内还有置物架 可以放置随身的灌洗用品 室内装备应有尽有 但如果想到室外举回放松 园区也有半开放的户外空间 草坪区空间宽敞 有各式各样游乐设施 像是人体碰碰球 就算只有两个人入住 也能感受此极乐趣 另一头帐篷帷幕搭配灯饰点缀 搭造南洋度假风格 户外座位整齐摆放 可以容纳80到100人 一旁还有撞球桌 游戏室泡脚池 不怕晚上没有活动 从台北来 从来这里就是 网路上最见的 然后就想说看起来还不错 就来这边 我们是附有饭店的室室设备 然后就是让大家可以舒适的在这边露营 最大的特色是离大安滨海乐园 就在旁边就是隔一隔小小的马路 就在对面 走到对面就可以看到海景 然后就可以在沙滩上散步 从露营区二楼往外看绝美海景就在眼前 可以一边欣赏风车转动 一边观赏晚霞的变化 跨越一条街 实际走进滨海乐园 又是不同风景 听着海浪声看夕阳缓缓吸尘 替旅程增添浪漫回忆 完了一整天 现在到了晚餐时间 是不是觉得肚子有点饿了呢 那么露营区这边 准备的晚餐也是相当的丰盛 可以看到这个火锅里面就有两种汤头 是一个鸳鸯锅的形式 那么旁边的配菜也很丰富 像是有虾子玉米还有一些青菜 还有一些凉菜都可以让民众自己来做选择 那么可以看到除了火锅之外 其实里面也还有更丰盛的地方 我们往里头继续走 可以看到这个自助吧里面有非常多的凉菜 民众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欢 还有选择来做夹取 澎湃火锅配菜超丰盛 小花枝 扇贝 虾子 海鲜 蔬菜 火锅料想吃多少就夹多少 另外还有凉拌猪耳朵 牛肚 不同风味的凉菜可以让民众转换口味 重头戏则是餐厅外头师傅现烤的BBQ 现煎牛排被大火逼出油脂 粉嫩中带点金黄焦香 是晚餐的热门品项 另外像是虾子 桀瓜 甜不辣豆腐 串烧常见的品项应有尽有 火烤两吃满足你的味蕾 这几年露营活动越来越热门 除了自己亲手搭账之外呢 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选择 像我身后这台露营车里头 不只有一张双人床 甚至还有一个上下铺空间 可以说是以应俱全 铝合金材质露营车外观看似小巧 内部空间却发挥得零零尽致 双人床加上上下铺 四人小家庭入住不是问题 车内还配有沙发电视 可以躺在沙发上度过慵懒的度假时光 小吧台则是附上胶囊咖啡热水器 仅仅五瓶大的空间设备 却堪比饭店 老板自掏腰包花费一百七十万元 买下空车 再加上大约三十万的改装费加以改装 背后其实有段温馨的小故事 一元女儿心愿老板卢法炮制 在自家民宿打造豪华录营车 搭配庭院三百坪大的大草坪 加上足球 射箭等等设施 想在这边好好放电度过一个下午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这边除了一个大草皮的话 就是让小朋友在这边可以玩的同时 那大人可以在室内去做聊天 露营车的话 有很多客人他已经住过好几次了 那就是小朋友他会吵着说 他还想来再来体验一次的 所以其实他基本上是蛮抢手的 看比小饭店的露营车配备应有尽有 又多了心奇乐趣 让大人小孩都爱不释手 如果鱼池的露营车玩得不够过瘾的话 现在我们来到西头的这个露营区 可以看到这边的占地比刚才更加的广大 后面还有马车造型的露营车 更适合亲友一起来同乐 露营车挑拖传统形式 打造多变风格 咖啡色圆弧造型 搭配门窗 栅栏和四个轮子 就像童话故事中的马车超级逼真 不只拍照吸睛里头空间也不马虎 除了基本两大床 业者在去年增加独立的卫浴空间 在室内就能解决卫浴需求 不但舒适又保有隐私 西部豪呆庄景临北市溪坐永山林美景 四甲大的空间种植了洛宇松 风树还有樱花 全山环绕下一年四季 都能欣赏到不同美景 就像只身在秘境 园区内另外一大亮点 就是这台外观神似Switch的隐藏版露营车 发售造型连按钮都精致刻画 再加上广场前的小型游乐设施 甚受小朋友喜爱 另外像是火车造型 迷彩造型风格超多变 还有印第安风格露营车 融合了西部牛载元素 来到这里就像一秒飞到国外 有些客人他自己就是 不太喜欢说搭帐篷 但是有很喜欢这种野外 跟大自然match在一起的 这种生活的形态 露营托车的形式 这个品质比较能够保证 能够说享受比较好的 这种露营的品质 晚餐时间不想自己准备食材 还有期间限定的 火烤两吃博士顿龙虾大餐 龙虾大小堪比成人半个手臂 搭配鲜鱼白虾 光看就让人口水直流 澎湃大餐还有大鸡腿排 猪肩排里肌肉片 海陆饗宴通通一次满足 像我们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人 或者是说比较笨拙 不会搭帐篷 不会起路火的 那在这边的话 就是露营车什么都有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行李带来 跟住饭店 五星级饭店也都一样 只是东西带来 就可以住宿 然后享受一下露营的乐趣 相较于传统露营 搭帐 备料饮食什么都得自己动手 豪华露营省时省力 一卡皮箱就能入住 让忙碌的现代人有了更多选择 远离城销感受露营自然氛围 体验另类的赌家乐趣 白天享受大自然沐浴 到了晚上露营区又有不同风貌 在夜灯点缀下气氛瞬间超浪漫 坐在户外和亲朋好友一起欣赏 引火星空 聆听丛鸣鸟叫感受难得的平静时刻